宜蘭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近三年来积极推动创新便民服务 包括有完善的视讯道府服务 结合15个各机关办理视讯服务单一窗口 并且延伸到大同、南澳也透过两村的办公处 来试用对象有持有身心障碍的守测者 65岁以上人士、55岁以上原住民以及其他特殊情形者 今年1月到7月受理了4200多件 另外也开办主动受理申请服务机制 协调国税机关加入圆满市的计划 简化公共共有土地申请分担作业 以及因应疫情、主动减征娱乐税等等 当中在主动减征娱乐税 111年6月到8月减征厂家数有379家 减免的税额有159万多元 财政局推出了新提供许多经济 这个服务非常值得肯定 需求财税局持续创新 简化满足民众的服务需求 营造宜蘭的优质资税的环境 财政税务局强调未来将朝向服务 专业创新等方向来迈进 持续提供宪民更便民的财政税务服务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道 好 谢谢大家